第十一章 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第二节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在争取经济权益群众组织当中 影响最大的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简称全红总 1966年10月 批判自然阶级反动路线以后 各地因造反而遭到镇压的人们逃到北京 他们中的有一些人被安排在西芝麻内大街 也进步第二招待所 当时临时改名为 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战招待所 其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合同工临时工 相同命运的人聚集在一起 增加了造反的勇气 他们经多次协商酝酿 11月8日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在野金部二招成立 发起人来自北京 江苏 安徽 广西 贵州等省市自治区 全红总领导核心很不稳定 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间 全红总的领导核心五人小组 共有三届 第一届 王振海 北京 金展云 北京 郝维奇 北京 全红总成立的当天就组织了50多人 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 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给予注册登记 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王志杰等不予理睬 因此这一静坐就是10天 直坐到11月18日 人数有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 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 王志杰等看着声势越来越大 联盟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淳古 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 马淳古又联名向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 公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做了报告 11月8日 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 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 支持他们造反 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 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以研究改革 改革方案报国务院 12月5日 全红总北京分团宣告成立 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3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 接着 贵州分团 湖南分团 黑龙江分团 吉林分团 广西分团 广东分团 江苏分团 上海分团 河北分团 内蒙古分团 安徽分团 江西分团等 相继在各地成立 在北京的全红总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分团紧密联系 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几千封信 信件内容大多是各地的临时工 合同工被解雇 受压迫的严重情况 以及维护权益的强烈呼声 全红总要求改善临时工 合同工待遇问题 同国务院劳动部谈判 12月22日 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 共同答复全红总 确定23日在劳动部礼堂举行三方会谈 但到时又一拖再拖 一再拖远说明这两个部门有难处 但是两次的延期激怒了全红总总部的委员们 全红总总部会议决定 如果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 就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 他们还拟定了活动口号 当刘老板算账的时候到了 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我们要革命 要生产 要吃饭 反解雇 反迫害 反欺压 要平等 要同工同酬 要生活保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月25日下午2点 北京分团开着数量宣传车 进入了天安门广场 数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 人越来越多 长安街的交通被阻断了 人群一直站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发表鼓动性讲话后 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 向劳动部行进 下午5点左右到达 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 直到八九点钟 队伍才慢慢散去 全红总的头头们 还在劳动部会议室里没有离开 中央文革联络员通知他们 中央领导人要接见 全红总的15名代表 12月26日晚8点 江青 康生 陈伯达 张春桥 姚文元 七本宇等人 进入人民大会堂会议厅 随同的有解放军报带总编胡吃 人民日报带总编唐平柱 江青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 江青情绪激动地说 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 也是革命的工人 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 什么合同工简直就像包身工 合同工在他们 指在座的部长 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后娘养的 江青听了代表们控诉后 流着泪说 我流泪不是软弱 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 我感谢你们 你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当代表们控诉到有的工人们 因为被解雇后投核上吊 卖儿卖女的时候 江青哭着说 同志们啊 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我对不起同志们 他们都是老爷 指那些部长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 发一个通知 大意如下 一 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 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 不得有所歧视 第二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不得解雇临时工 合同工 必须照发工资 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 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上班 工资补发 第三 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周恩来也持这样的态度 他说 现在发现临时工 合同工问题很大 临时工 合同工 还有半工半读 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半工半读在生产总额中算进去 但总工资额并不算 编制也不增加 学徒工每月20多元 而半工半读每月十几元 半工半读到工厂 不是学生又不计报酬 半工半读每天劳动 多是6到8个小时 剥夺了劳动成果 这是新的剥削方法 这种剥削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文化大革命以来 到处闹事 最典型的是大庆油田 油田尽管存在两派 生产还算很平稳 形势是好的 8000多人现在放假闹革命 每月拿十几块钱 你剥夺我的劳动成果 我不干了 到处串联 白天睡觉 晚上打砸抢 把一个最高级的设备破坏了 这就是处罚 列宁说 这是无政府主义 对机会主义的处罚 主席加了一句说 这是无政府主义 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处罚 刘少奇就是机会主义 他所发挥的 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 在工厂就为这个事 闹事的很多 多罢是合同工 临时工不转正 不享受工费医疗 没有劳保 把工人阶级一分为二 当然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要么转正 要么不上班 12月27日 全国总工会派出汽车 把全红总的头头们接去 让他们在全总大楼办公 住宿在小灰楼 全总陷入瘫痪 全红总主持了 原全国总工会的一切工作 直到全红总被取缔 1967年1月2日 全红总与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 签署联合通告 联合通告基本内容 是江青提出的三条 第一 为了保障合同工 临时工 外包工等 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参加生产的权利 一律不得解雇 第二 1966年6月1日以后 被解雇的合同工 临时工 外包工等 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 参加运动 参加生产 补发解雇时期的工资 第三 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 合同工 临时工 外包工等 必须当众恢复名誉 赔偿损失 妥善安排 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联合通告签发后 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 套红大字签印30万份 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报告 1月4日一大早 中央文革决定缓发联合通告 接着决定撤销已经印好的联合通告 但是 全红总不愿将争到手的成果毁于一旦 有人在昆明将联合通告大量翻印 发往全国 希望在有些地方造成继承事实 1月8日晚8时 全红总召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 在西元饭店大会议厅召开 100多名各国的外交官 驻京记者 左派组织 驻京代表 元华专家参加 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 由肖碧黄主持 王振海代表全红总讲话 其他的总部委员介绍了本地区临时工 合同工的悲惨遭遇 前红总几位代表发言以后 外国记者纷纷提问 由肖碧黄和王振海回答 会议进行到近12点钟才结束 解放军报的记者 此时为中央文革快报组的成员 邵一海出席会议 新华社 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的记者 近20人到会采访 会议结束后 大家合影纪念 这张合影照成为全红总头头们 理通外国的罪证 也是以后逮捕他们的线索 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次会议 说你们就是不听话 不听打招呼 在外国人面前哭哭啼啼 像什么话 家丑不可外扬吗 你们这样做 致中央于何地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后 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就很少联系了 邵一海虽然经常来 但多是默默地观察 很少发表意见 1月16日晚 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 召开万人大会 会前周恩来要求大家 要提两个主要口号 一是打回老家去 就地闹革命 另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 他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 做好来京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作 要他们立刻离京返回原地 1月17日 在接见首都红卫兵123司 和解放军文艺团体 国务院各部造反派的会议上 江青完全改变了原来支持 全红总的态度 还让首都的造反派 把全红总押回去 1月19日 周恩来办公室通知 不能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让全红总的人回到各地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 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取消 2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 合同工 轮换工 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 其中指出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劳动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 是非法的 应予取消 各省市劳动局 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 所决定的一切文件 一律作废 临时工 合同工 轮换工 外包工等制度 有些是合理的 有些是很不合理的 错误的 中央正在研究 准备分别情况 予以改革 在中央未做出新决定以前 仍按照原来的办法进行 临时工 合同工 轮换工 外包工 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以及各地的分团 应当取消 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 可参加本企业 本单位 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从1967年2月24日起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 北京市卫戍区 分别逮捕了 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全国农肯战士革命造反团 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 全国聋哑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等组织的领导 40多人 前三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 1967年3月初 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 大都被捕 因此受到珠联的群众无法统计 全红总贵州分团被抓捕26人 判重刑5人 其中全红总贵州分部负责人 萧碧黄刑期20年 萧碧黄为贵州市建筑临时工 贵阳66事件时 因看过学生张贴的反省委的大字报 在现场发表过议论 被打成了反革命 他赴金告状 住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他把自己写的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 让住在这里的临时工合同工喘越 引起了共鸣 对成立全红总起了重要作用 他回贵州后 组织全红总贵州分部 成员达3000多人